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你 我們是Amyatori 今天要來講 掠奪愛搶別人的 日本人很會搶喔 超讚的喔 就是要防止自己的日本男友被搶走的話 就先看這集囉 有一個比較舊的調查 他就問了女子們 就是大概兩百多個女子們 試婚年齡 然後就問說 你對於掠奪愛這件事情 接不接受 有77%的女生覺得 Amy Amy就是OK 而且其實要注意喔 就是這裡說的是掠奪愛嘛 所以 外遇跟掠奪愛又不一樣 不一樣 對 因為外遇的人 心裡是很多人是覺得 我只是玩玩 不管是男女 他們會覺得我只是玩玩 沒有要完全的破壞你的婚姻 最有名的兩隊其實今年都離婚 對 對 真的 第一隊是小圓兩子跟 是 是 真正 這個很誇張 那時候鬧得很大 第一個是他們年紀差很多嘛 對 真的是看起來 對 是爺爺跟 爺爺跟那個兒媳 對 然後那個時候他就有一個 竭梨二十幾年的妻子了 但是 小圓兩就把他搶過來 因為他們共演了哈姆雷特 然後舞台劇你知道都會一直 就混在一起嘛 多遠都是舞台劇交往 對 而且你知道嗎 他這邊要我好癢 我一直收到他 但今年就離婚 而且是被拍掉小圓 奇怪 小圓就是一個非常奔放的人 他那時候搶人家的老公 就是被講他都完全不在意這件事 而且他工作完全沒受到影響 他很厲害 我覺得 他 然後他們離婚都沒有人講他不好 大家就說他本來就是一個 這麼奔放的人 而且丈夫好像就是 啊 誰你去啦 對 第二隊也是很厲害 這個最次 石橋桂銘跟林木寶奈美 石橋桂銘大家比較不熟 因為他是 綜藝圈的老 大老 等於台灣吳宗憲那種感覺 對 而且跟吳宗憲也差不多 就是有點花心的印象 然後很會講話那一種 然後林木寶奈美就是大家熟悉的東愛的女主角啊 他保養的超好 他到現在還是很正 他跟小圓都一樣 就是他們兩個真的都不老 欸他們那個時候就還蠻酷的 就是兩個都結婚了 因為他們的說詞是 然後被搭上了 但是他們的說詞是說他們先離了 就是已經離了 然後 意思就是說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Double Fully 我們已經離了 好 但是其實你一看那個時間就是 他一離馬上就再婚 而且那個是代球 對 代球的 所以就會覺得 哦 好啦 離了離了 是代言泰跟晶晶晶美術 晶晶美術很正啊 晶晶那時候是寫歌啊 是プライド還是什麼 對對對 就是一個外遇的歌 プライド 而且プライド賣超好 而且プライド很好唱 很好唱 プライド是一首快智人口的卡拉歌 所以他就是幫掠奪的這些女生 對 啊 算了不會 可是後來就變成押忌讀 剛開始的時候有一點點罵聲 因為就是你跟他 他是他前妻的好朋友 對 前妻是圈外人對不對 前妻好像是一個小歌手 我忘了就是 嗯 沒有晶晶美術的嘛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覺得真的是陰謀論啦 就有人說他們變那麼好 是因為晶晶美術想要接近他 可是其實怎麼會知道啊 畢竟搶 你知道搶閨蜜的 對啊 而且是老公耶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我在看的時候發現 你很記得Yakuji Mari那個時候 不是就是 喔 對對對對 在家裡 喔 在家裡被桌件在床 在衣櫃裡面 對 然後那個時候不是鬧很大嗎 那個不紅的老公 還一直紅了一小陣子 對 後來還是不紅 然後就離婚 我突然去發現他們後來看 後來跟那個小王結婚 媽媽被帶婚了 對啊 所以其實是一個 還不錯的解剖啊 就是小王搶成功 對 好 那 你要教別人什麼成功阻礙了 對 其實也不是我教的啊 就是 日本人教的 第一個就是 Kijouzi 接雨花 對 很會傾聽 你要讓人家覺得什麼事情都可以跟你說 因為其實我覺得證公應該很多事情都不能跟他講 對啊 第二個就是說 在一起在一起的時候可以 一國分之外 你在一起很舒服啊 沒有壓力啊 就你演出來 你好像很沒有給人家壓力就好 對啊 不能在那邊說 你怎麼知道分手 對對對 這絕對不行 然後馬上就一定走掉 對 然後還有就是有那個 證公沒有的一些特質 因為證公啊 可能都沒有在打扮了 所以就是沒事 比如說像他一樣 反正突然弄得很漂亮啊 然後好好畫一個妝啊 或者是穿一些不一樣的 Style的衣服啊 他可能就會覺得 哦 今天這個感覺上還不錯這樣 他會覺得怎麼這麼膚淺的 但其實應該蠻有用的 然後第四個是 理撒76 理撒76就是Research 就是你要有調查力 他就說你要會默默觀察對方的喜好啊 然後知道對方的興趣啊 然後假裝你們有相同的興趣 然後對方覺得 怎麼這麼的合拍 就是非常的日本人 好日本人 第五個就是 HOTOYOK 安邁的桌子 就是會撒嬌 而且要是 剛剛好的撒嬌 恰到好處的三難 欸 怎麼一樣 又怎麼一樣 但是假的好處 請問一下 你今天可不可以來載我 這樣子有恰到好處啊 真的沒有 這樣沒有吧 他怎樣 載人很那個 真的嗎 對啊 我覺得 那什麼樣是假的好處 好難哦 幫我開酒吃 幫我開寶特瓶 對對對 這好老套哦 對 我好像只有這種 那我覺得如果這個人 可以做到這個程度的話 他應該也還蠻強勢的 只是沒有讓人發現 對對對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媽媽你帶走 我告訴你 那我常常都被一人講說 你 他又 呃 形容 就是我完全都 都不依賴他 所以其實我覺得男生 還是有照顧人的願望 你到底是 是怎麼樣啊 不知道 因為我是離婚族嘛 然後我私婚的時候 當然就是會那個 情緒不是很穩定 在我跟我現在男朋友 就交往那時候 我覺得他就是還蠻享受 他提供我安慰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他真的有想要照顧人的 對對對 欲求在裡面 就是他還是有一點扮演 比較哥哥的角色 那他現在有嗎 然後他就一直叫我去洗澡 不過有可能是因為 等他去看電視 我都會一直找他 就是我都會一直扳他 他就覺得很扳 他覺得怎麼這麼吵 我剛剛去吃洗澡 所以他就打巴你了 對 啊 好吧 對然後他有說 那個 我沒有要不要 那種感覺 我沒有嫌疑 又是一個 對呀 又是一個嫌疑對不對 嫌疑就是很喜歡 好那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身邊的狗愛故事 耶 這個不是最厲害的 沒錯 你不是也有嗎 我也有 可是你先吧 我的話就是有 第一個是比較輕的嘛 就是搶人家男朋友 是同期搶同期的男朋友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同期關係其實很相近 對 同班一起出去喝酒 對 所以就其實很像就是同班同學 然後被搶走 對 然後被搶走 然後被搶走 對 然後又是一個班 可是他們都不在意喔 就是搶人類不在意 然後被搶的人 可能會在意 但是也不能夠表現得 他很在意 那請問一下這個是就是說 是確定就是 他們原本是在一起 然後 有一天不然就變成在這裡這樣子嗎 就是會發現說 他們原本都跟某一個人走在一起的 就比如說這個 這一對男女 然後到了某一天 就突然換了一個 有複數喔 對啊 就是突然之間就發現說 欸怎麼走到旁邊的女人換了一個這樣 哎呦我的天啊 對啊 是不是很誇張 而且就是不避嫌 就因為我跟那個男生還蠻熟的 就是如果是比較熟的人大去的話 就就會虧一下 就說什麼 哎呦 然後都說就是多少正妹啊 什麼的 其實照理來說 那個男的在台灣 可能就會被當成是渣男 絕對是 可是因為其實是女生比較主動的 對對對 他完全是被搶的那一方 就是應該是說 他就是隨波逐流 就是 那可能有的時候 男女方面沒有很確定 自己是不是很焦 很穩焦 所以男生也覺得好像 沒有他們穩焦很久 是 他跟前衣跟在一起一年多 後來才被搶走的啊 哎呦 對啊 是不是就是感覺上搶的很 很有力 該不會是原本就有什麼 然後 也有可能 對 我們也是有同期 就是我覺得 每一代搞不好都有耶 還有大家興趣相近嘛 然後你處在的那個心理階段又比較像 對 就假如說你是同樣的一起進公司 可是你不同公司的時候 反而會兩邊都不太能夠理解兩邊的 嗯 可是如果是同一間就很能理解 對 就會變得蠻容易互相驅軟的 所以我們也是一開始進去的時候就是 有一個真的蠻帥的 現在還蠻帥的 他並有 他保養還不錯 然後那男的就是一開始先跟一個長得很像 就是很夕陽年來也是蠻正的 女生先在一起 而且他們都是跟我同一小組 我們同做一個傳單 然後他們就是那個 天秀就在一起 然後我就想 有沒有啦 難怪你們都沒什麼貢獻度 哈哈哈哈 因為真的彈你孩子 對啊 哈哈哈 你生平煌 應酸 你習慣了嗎 你 mentality 你去把時間弄得太快 我喜歡吧 就這樣不容易 你選擇OSE 我喜歡 沒錯 我喜歡 你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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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擇了